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这两年当红的OpenAI旗下CheckGPT和很多其他人工智慧,都是通过分析大量数字和数据来学习技能。 但推动这一过程的晶片和资料中心目前供应不足,支持资料中心运行的电力也远远不够。 如果供应增加,OpenAI认为它们可以构建更强大的人工智慧系统。 在几十次会议中,OpenAI的高管们都在敦促科技公司和投资者们增强全球运算能力。 技术研究公司Futum Group执行长Daniel Newman表示,OpenAI公司的执行长Sam Altman正在考虑如何让OpenAI保持相关性。 它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更多的连接性,更多的能量。 那么,该怎么解决晶片和资料中心供应不足的问题呢? Altman的原计划是由阿联酋出资建设多个晶片制造工厂, 然后由辉达使用这些半导体晶片厂制造更多的AI晶片。 最后,OpenAI和其他公司将使用这些AI晶片建造人工智慧资料中心。 在Altman的计划中,建造每个晶片制造工厂的成本高达430亿美元。 但是,该计划将降低晶片公司,如台积电,制造晶片的成本。 但是,资料中心运行需要大量电力,这又该怎么办呢? Altman考虑了使用日本核电站的电,探索了利用海上风力发电机的可行性。 综合而言,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核能是较好的选择。 在私下交谈中,Altman将全球的资料中心抵作电力。 随着电力的普及,人们找到了更好的利用电的方式。 Altman希望用资料中心做同样的事情,最终让人工智慧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可以看出,Altman的宏伟蓝图也表明,科技行业加速发展的决心。 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像工业革命一样的伟大变革,让人工智慧像电力一样流动。 Altman计划筹资数千亿美金在全球建立资料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工智慧像电力一样流动。 在此背景之下,根据《纽约时报》9月底的报道, OpenAI公司执行长Altman正在与阿联酋投资者、亚洲晶片制造商和美国官员对话, 以增强构建人工智慧所需的运算能力。 Altman提议,大家共同进行一项数兆美元的专案,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晶片工厂和资料中心。 OpenAI训练人工智慧模型需要大量数据, 因此需要大量资料中心等AI基建的支持, 但在目前AI基建不够,支持资料中心的电力远远不足。 9月底,Altman在意大利科技桌上表示, 在未来几年内将看到无与伦比的核聚变能源演示。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表示,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核能, 可以为越来越多资料中心提供所需电力。 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 OpenAI绘制了全球技术未来的蓝图, 设想建立无数的资料中心, 提供全球运算能力储备, 以用于构建下一代人工智慧。 尽管一些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对部分计划有所保留, 但谈判仍在继续,并扩展至欧洲和加拿大。 根据奥特曼的计划, 他们将在阿联酋建设资料中心, 因为阿联酋有多余的电力, 而美国电力不足。 为了这一计划, OpenAI已经与阿联酋为人工智慧设立的投资机构, MGX讨论了基础设施计划的资金问题, 还会见了台积电、辉达和三星。 阿联酋人工智慧国务部长Omar Sultan Al-Adama在3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追求这样一笔巨大的交易有商业意义。 实际上, OpenAI公司的执行长奥特曼在去年开始为此专案筹款, 第一站就访问了台积电总部。 奥特曼告诉台积电高管, 构建36家半导体工厂和额外资料中心以实现它的愿景, 需要7兆美元和许多年。 台积电高管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荒唐, 因为仅仅增加几个晶片制造厂就涉及极高的风险, 更不用说36家了。 台积电发言人Will Moss表示, 公司愿意讨论扩展半导体开发的事宜, 但公司目前专注于眼下的全球扩展专案, 暂无新投资计划可披露。 大约同一时间, 奥特曼访问了韩国, 与晶片制造商三星和SK海力士举行了会谈。 今年春天, OpenAI还与日本官员在东京举行了会议。 会议中提出了一项计划, 旨在利用2011年福岛灾难后退役的核电站发电, 用以支持建造资料中心。 会议中, OpenAI表示需要5000M瓦电力, 一位日本官员笑了, 因为这大约是一个普通资料中心耗电量的1000倍。 之后, 在与德国官员的会议中, OpenAI探索了在北海建设资料中心的可能性, 以便利用来自海上风力发电机的7000M瓦电力。 显然, 奥特曼寻求数兆美元的投资受到了阻碍。 首先, 数兆美元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年度经济产出, 许多人嘲笑它的荒谬。 其次, 美国官员担心, OpenAI试图在中东建设关键技术会产生技术安全问题。 最后, 要在多个国家建设人工智慧基础设施, OpenAI需要获得负责出口管制的美国官员的批准。 自那之后, 奥特曼将它的计划缩缴到了数千亿美元。 OpenAI发言人Les Butchwald 则改口表示, 他们从未考虑过数兆美元的专案。 虽然全球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在几十年内可能达到数兆美元, 但OpenAI具体探索的规模是数千亿美元。 与此同时, OpenAI制定了新的策略, 首先在美国建设资料中心, 以此来吸引美国政府官员。 OpenA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它专注于在美国建设基础设施, 目标是确保美国保持全球创新的领导地位, 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再工业化, 并确保人工智慧的好处, 广泛可及。 在9月与其他科技领导人的白宫会议上, 奥特曼提交了一份名为基础设施 是命运的OpenAI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呼吁在美国建设新的资料中心, 每个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为1000亿美元, 大约是当今最强大的资料中心建设成本的20倍, 资料中心将容纳200万个人工智慧晶片, 并消耗5000M瓦电力。 OpenAI的负责人告诉白宫官员, 人工智慧资料中心将成为美国再工业化的催化剂, 创造多达50万个就业机会。 9月下旬, 在T-Mobile的投资者活动中, 奥特曼以谦虚的语调, 谈及公司的雄心, 他们是在大量先前工作基础上构建的。 如果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中发现半导体, 制造晶片, 构建网络和这些巨型资料中心所需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他们只是在这一切的顶端做了他们的一小部分。 此外, OpenAI还试图组建一个由公司组成的松散联盟, 包括像微软这样的资料中心建设者, 投资者和晶片制造商。 但是谁来出资, 谁能受益, 以及他们会建设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这些细节尚不明确。 总体来看, OpenAI公司执行长奥特曼的计划听起来可能过于远大, 外界存在许多反对的声音, 台积电高管直呼构建36家半导体工厂, 非常荒谬。 日本官员对OpenAI表示, 一家资料中心需要5000M瓦电力, 哑然失笑。 但是, 这也表明科技行业加速发展的决心, 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像工业革命一样的伟大变革。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